志工發放一結束 就透過視訊連線 向政言上人分享 發放現場的狀況 還有溫馨故事 上人也期盼美國慈濟人 發揮最大的力量 照顧受災的民眾 發放結束 志工趕緊回來參與連線 志工分享 由於當地缺油停電 導致居民無法恢復正常的生活 而志工要進行發放 同樣是要克服萬難 許多居民正因為停電而聯繫不上 現在全美189個據點的慈濟志工 啟動募款的活動 希望透過一波一波的宣傳 還有木性募款 匯聚愛心與力量 10元美東災區